记者林嘉东基隆报道,基隆庙口四天前,发生三名高中女学生遭习屯,警方昨天逮到63岁叶姓习屯老郎,但叶否认习屯,还枪警,莫名其妙,怎么会是我? 基隆市某高中女学生24日下午5点半在爱寺路庙口一处娃娃机前看人抓娃娃,吐糟走过身后的男子习屯,接住在爱寺,人一路口,再有二名同校女学生也被人习屯,警方调阅爱寺,人一路口监视器,掌握习屯色狼为年约50岁的男子,经三日追查与查访, 昨天下午5点多,看到穿住与习屯狼一样的63岁叶姓男子,就坐在在人一路和家人书店前椅子上,翘住二郎腿,警方说,叶为已退休多年的国营员工,有正常家庭,就住在犯案地点附近,昨天被逮时,可能正在寻找对象,伺机在犯案,还好警方火速逮人,警方将他带回甄讯, 叶坦诚监视器上的男子是他,但对于警方询问他为何席屯女学生,叶则否认席屯,还枪警,莫名其妙,怎么会是我,傅佑队长邱连辉指出,监视器画面又拍到叶刻意撞到女学生背包,虽没有拍到叶席屯女学生, 但叶却接连被拍到撞到三个女学生,显不合偿情,训后将叶依违反性骚扰防治法寒送法办,邱延辉呼吁,民众若遭性骚扰要保持冷静,处理口诀一抓,二叫,三拍照一抓嫌诸手,二大声呼叫请求支援,三拍照搜证, 尽可能详细记下事发经过,熟记歹徒特征,此外,他还建议以手机拍照或录音录影以保全证据,如无搜证工具则可请求在场的人协助搜证并报警,在人潮众多场所的话要勇敢呼救,请求路人及时拦阻加害人。